觀賞雲色素的部分 觀賞雲的色素 你可以看到金雲 這就是我養的金雲 我可以把它做很多不同的色素 把它養成橘色的 把它養成紅色 把它養成白色的 等等的這些 好 這是我在微軟參加的 實行計畫的一些照片 那我們在微軟很特別 雖然我是所謂Xbox的Sales 但是我其實參加了很多不同的活動 我有參加 我有支援過阿滴的活動 我有支援過雲端的活動 我有支援過Widdle's Office 所以其實我很建議大家 因為大家其實都是學生巨多嘛 多去嘗試 那你也不要害怕去交朋友 那像 因為我本身是天不怕天不怕的個性 所以我一進到微軟 我就大大大的 我就是沒大沒小 我就去到處跟主管認識 但是主管其實也不會 以外上來說 主管不會很害怕你們這樣子的人 那主管會很樂於接受你們 然後告訴你很多 像現在我離開微軟了 但很多主管都還是我的朋友 在Facebook上還可以罵髒話阿 對 因為我雖然看起來是個女孩 但是我很會罵髒話 這是我在邰哥大的部分 那邰哥大其實 這三個月 我覺得是我人生中最最最最最大的抵草 就是非常非常大的抵草 你就是每天早上十一點上班 然後晚上十一點回家 然後你不想要做什麼 你就覺得你是一個 就是一個人這樣走來走去 你行私走路 然後你騎摩托車 我下定決心要辭職 就是有一天我騎摩托車回家的時候 大哭 在安全帽子大哭 然後決定說 這日子不是我想要做的 那剛好又有獎金獵人的 我們的老闆來找我 問我說他覺得我還蠻適合做Sales 那我不要真的試試看 所以我就進去試試看 這樣子 好 跟大家先分享一句話 這是我最喜歡的一句話 就是 We must be the change that we should to see in the world 就是我們要改變世界之前 我們必須要先改變自己 那相信在這網路世代當中 我們知道唯一不變的事情 就是一直在改變 你下一秒 你不曉得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所以我們必須要改變自己 試試刻去調整自己的心態 那其實我在我的自我介紹當中 我有說過 我是一個非常茫然的人 我一直到 英文到現在 我還是不曉得我現在應該要做什麼 那我就是走一步算一步 我覺得 傳到小頭自然之路 那 你隨時隨便去調整自己的心態 調整你原主事的態度 就是你可以得到非常的多 那 我也很心理記錄獎金獵人 才知道原來我是可以做Sales的 那我跟我的團隊在這一年內 就是2014年 我們幫我們公司賺了一千九百萬的台幣 那我們總共承接的比賽 是168個比賽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 知道獎金獵人是什麼 的話可以上網搜尋一下 獎金獵人 獎金獵人 獎金獵人就是那個獵人 就是獵金獵人 大家可以去搜尋一下 那你可以發現我們做的事情 其實是 新興奮公司那樣不一樣的 我們利用網路 我們幫學生找到工作 我們利用網路 我們幫公司找到設計人才 這是比較不同的東西 那 可能會跟維樂很像 因為維樂也是比較公益性質的 那我們講今天也是 有稍稍再賺錢 不好意思 賺了一點 賺了一點 好 這是我最喜歡的卡通 就是海綿寶寶 雖然我利致成為一個很帥氣的女人 但是 我非常愛看卡通 我基本上24小時 我有20個小時在看卡通 對不對 那這是我最愛的卡通 海綿寶寶 那為什麼很喜歡海綿寶寶 所以雖然海綿寶寶 大家覺得她很無腦很笨 但是 海綿寶寶唯一的 就是她很努力 然後她覺得工作是她的樂趣 那我想要指定自己就是 工作應該是我的樂趣 而不是工作是我每天努力的一個事情 我不是早上起來就工作 應該是 我的工作就是我的人生 我的人生就是我的工作 那我不會覺得我的工作很痛苦 所以我才離開台北大街 不然我也講一下 好 這是我的Facebook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少年這個人 應該小月亮蘋果啊 他蠻有名的 在我們這個圈裡面蠻有名的 他是我的師父 那他常常告訴我說 如果你需要讓人家知道你是誰 你想要為這個社會做出一點事情 你必須把自己當成一個品牌再經營 就像是前面幾位獎者獎的 所以我的Facebook 你基本上來我Facebook留言的話 我不會理你 因為我當作一個粉絲團來經營 所以你可以私訊我 或者是你想要跟我做任何訊息 你都可以直接用Message我 我會比較容易回來 所以我基本上 我發文歸發文 但我不會在下面留言 把自己當作一個粉絲團 粉絲團很少在自己的下面留言嘛 對 你必須要經營你自己 讓大家都看到你 好來做八方八人的事情 我發現我講得有點不好 所以我跳到上面去 好 我回到 我看一下 我回到這邊好了 這個是我很喜歡的一張圖 這是最近在澳洲拍的一個海龜圖 就是一個攝影師 他只是在拿起他的海底攝影機的時候 就發現有一個海龜跟他說 嘿 然後我覺得這個圖非常非常非常有趣 那 最近這個圖也是我的電腦桌布的圖 因為我覺得他可以一直隨時刻的告訴我說 生命中是會有非常多的驚喜跟奇蹟發生的 所以你不需要設限你自己 只要好好做 你只要認真做 或是你只要隨時保持一個熱觀的心情 你不要害人 自然你就會得到很好的結果 那這邊也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我是一個很虔誠的方教徒 所以大家會覺得我講話會有點全 就是聽不太懂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我的成長背景 會影響我很深 因為我是一個小時候是有過動的人 我沒有辦法有很專注的坐在椅子上 所以我是有閱讀跟文字障礙的人 所以你看我的簡報沒什麼字 就是這樣 我只會用圖還有用嘴巴來說 所以大家要見這樣 不要太苛刻我等於可以來跟我聊天 沒關係 這樣 好 基本上是這樣 我比較喜歡跟大家做交流 比較不喜歡我單方面的分享 所以 其實我想把剩下的時間來讓大家來請問 我看你們對獎金獵人有沒有是對於我 我就想要了解的地方 有嗎 雖然沒有獎品 那也可以問一下嗎 那個獎金獵人的那一年 是最感動的嗎 最感動的應該是我一進來 我就接到一個150萬的答案 那是我跟我的企劃兩個一起去做 那我們兩個當那時候是 我記得是一月二月非常非常冷的冬天 然後我們兩個每天晚上都在公司裡面加班 然後加到凌晨三十點 然後我們兩個加班到最後 我們兩個都抱頭 澎湖也太冷了 然後 那時候很感動的是 第一公司給我們非常非常多的資源 它不同的設限 因為我相信很多大公司 他會跟我說 這個案子他已經有固定在 所以按照這個set走就好了 但是公司跟我們講說 他就把所有的錢跟我們說 就是有這150萬 你該怎麼花就怎麼花 不賺錢都沒有關係 你就自己去試試看 所以我覺得這是公司給我很大很大的一個 shock 跟感動的地方 因為以我的工作經驗 不管是在微軟還是在台灣大哥大 雖然我沒什麼工作經驗 就是台灣大哥大 我會覺得自己是被限制住的 但是在講經驗的不就行 也是完全是 你的翅膀是可以張開的 就是說你今天你跟老闆 有一間不好的地方 你跟家想說我覺得就是不對 你都他媽偷腦了 你怎麼可以跟我質疑我的問題 我剛剛年輕嘛 我代表年輕人的地方 所以你這麼老了 你不要再跟我質疑這樣 但是老闆也是 偶爾可以接受啦 沒有大部分時間可以接 80%的時間可以接受 那我覺得就是講這些 帶我最感動的地方 因為他跟一般一起也不一樣 他怎麼可以做到這樣 因為新創動 你說我們老闆叫洛克宅 那我們常常會覺得洛克宅很悲哀 應該也這樣覺得 我們覺得洛克宅很悲哀 是因為他是真的 第一他沒有上過班 所以他不曉得什麼叫做上班 對 所以他比較沒有這種老闆的價值在 所以他可以願意給我們很大的空間 第二 洛克宅跟上 就是我們的Founders 我們認為覺得 台灣的年輕人是應該要被放開的 而不是說像大學那樣出發 倒在一起啊 補習班倒在一起 他們覺得年輕人放開之後 他們才可以得到更大的好處 他們可以從這些年輕人 他可以得到更多更多的養分 就是這樣 養分 對他可以得到更多更多的東西 從這些年輕人的身上 所以說不只還願意這麼做 當然也是因為他不知道 當個老闆啊 很大的原因是這樣子 對 OK 你再問一下獎金獵人裡面的人 有什麼樣的特色 呃 獎金獵人其實很特別 大家會覺得獎金獵人是不個活動公司嗎 他應該是 大部分 就是活動就是網路 應該大部分是有男性主持 但獎金獵人百分之80是女孩子 所以我們都是一個女生當男人 男人當女 沒有啊 下面就不要講 對對對 獎金獵人大家其實都很open mind 像我們剛剛說 我們老闆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界限用 所以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是像這樣子 那我們合作 即使說你有你的業務 我有我的業務 但我們在合作當中 我們是可以互相討論的 或即使踩到你的領域裡 這都是沒有關係的 大家就是帶你的領域開放 我們就是來學習 我們大家就是互相交流 因為你總不能說 我覺得我是對的 我在這領域是專業 所以我又一直對的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我們展現的人在生試习生 可以停一下 那到今天結束 對到今天結束 現場報名 對現場報名 大家可以上網看一下 那我們獎金獵人 比較特別一點 是我們實習生是no pay的 但是我們可以保證 你在這獎金獵人實習 這兩個月 這三個月 你可以學到非常非常多的東西 那再來也要說 我們獎金獵人 大概我們的業務團隊 所有都是微軟實習生出來的 我只是想打微軟而已啦 打個微軟的廣告 微軟帶給我也真的是滿多的東西 那包括是說 你怎麼從三千個人投影而出 被貴人的狗部主管選上 那我是曾經被刷掉過一次 然後我是想說 那不然我換個職位 但我覺得說 換職位就好像認輸了 所以我就不換職位 我就硬試選這個職位再去透一次 那主管那時候也覺得 欸我好像 當初是覺得我不適合 但是現在發現我一年之後的改變 他覺得我現在是滿職位的職位 所以我才有進入歸來實習這樣子 還有兩分鐘 大家還有問題嗎 任何問題都不問 就是你也是很小時候 要有樂舞就是 對 樂舞相當於跟那個 就是很 比較不懂 對 那在對求學來說 那應該是有一點 就被老師覺得 就是有 就是視為問題 你怎麼會 一直 我其實一直都是 那你 是因為你練了 算是非常高的學歷 但是 當中 你有沒有覺得 你自己的想法 是一個中間 好 我覺得 我的很大的一個優點是 我只要設定了這個目標 我就是一定要達成 對 那我在學校 老師其實都了解我 因為他們知道 我的 過去的一些定時 所以老師其實也不太會 喝醋我在文字這方面的 一些多加著墨 那我也跟老師講說 我就是這樣子的人 我要嘛就有認真上課 要嘛我這場課 我就是完全不會聽 這樣 那我也不會去查其他同學 我就是 no show 反正是很認真 no show 我很認真 那就是這樣 那剛好我也很幸運的是 我媽說我就是有文昌避君的保佑 我很會考試 我非常非常會考試 那我考試基本上是 算是百發百中 那我也 框草都只便宜一個資源 不管是高中大學 還是研究所 都只便宜一個資源 這樣 就是我要上就是一定要上 那 所以我破釜成這種經驗 那時候還跟我媽講說 因為我高中成績不好 但我為了要考上國立大學 我還去把頭髮提掉 就是剪得很短 只能帶一個小亮長 就剪得很短 然後我媽說 為什麼要剪得不懂 會講我可以一個月不用洗頭 然後我就很開心 就開始一直念書 一直念書一直念書 然後我硬是要在那時候 我假如學測的時候就考上 然後我跟我媽說 我要是沒考上 我就做不夠 就我們就不考第二次這樣 然後好險 好險有考上啦 只是投足有保佑 好險有考上 對啊 那再來就是 研究所其實也是 就是我也是抱持著 非台大不念的 這個心態去考書 那我考的第一 其實我有重考過 我考的第一次 我就從中山大學 但我不願意去念 因為我覺得 我就是要念台大 那中山上 然後因為離家太近 那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 離家太近我不想去 所以我就是 硬等了第二年 然後考上台 這樣子 所以要 互補承受的心情 等 你只要設定目標 就已經要完成了 就是 很大的一個 我其實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 你要嘛就做 做到最好 要嘛就不要做 對 就是不要半掉 我覺得人生如果屬於 一個半掉的狀態 其實你自己 或是你多大都會變得痛 對 就這樣 好 最後分享給大家的這句話 就是 不好意思要再看一次照片 就是 這句話我覺得很重要 我們一定要在改變世界之前 要改變自己 對 謝謝大家 謝謝